人老之后一不做,二不看,三不管,四不给,五不等 人生七十古来兮,年老之后各种不便和麻烦接踵而来 这时候想要拥有一个良好的晚年生活 那么以下几件事我们一定不能不知道 第一,不做 人要学会扶老,年纪大了之后有些事确实是力不从心的 这时候我们要学会放下 凡事量力而行,做不了的就不做 第二,不看 糊涂糊涂,难得糊涂 有些事情我们管不了,但是又看不过去 这时候就要选择不看,装糊涂,须知 人生难得糊涂,老来更亦如此 第三,不管 一念放下,万般自在 我们要学会放下一些责任和单子 阿孙自有阿孙福 子女都已长大,都有各自的生活 我们没有必要再拽在手里 应该放手,让他们自由地去飞翔 第四,不给 瘦人与鱼不如瘦人与鱼 要杜绝子女晚辈,养成衣来伸手,饭来脏口的习惯 吃苦还是享乐,是他们自己的人生 我们不应该再去给予他们什么 不敢飞出悬崖的厨英 永远也成不了翱翔于九天之上的王者 第五,不等 没有等出来的人生,只有走出来的精彩 生命的意义在于运动 对于年老之后的我们更是这样 我们要改掉习惯的去等待的毛病 等待歌多,然而歌多永远不会出现 我们可以试着走出去 不要等到什么条件成熟 不要等到万事俱乐之后的东风 没有条件,我们创造条件 没有东风,我们自己就是东风 最美不过夕阳红 年老之后,我们不能沉溺于如火旁的温暖灯风 和镜子中的一些年轻时候的容颜 我们要敢于放下一些,拿起一些 拥抱自己,拥抱生活